經歷你的恩典 我們願望當我們經歷你的恩典 你的愛的時候 不是只是自己來享受 我們盼望能夠存得到 比更多更遠的人 又讓我們透過我們日常的生活 不是只是說 而是用生命去影響生命 因為我知道我們周圍的人 不是聽我們講福音 他看我們怎樣活出這個福音 如果我們生命不掀點 我們會叛到人 我願求你幫助我們 每一位弟兄姊妹 特別是幫助我們教會的領袖 謹慎我們的生活 以至到我們出來的時間 真是用生命去影響其他人 對你的福音有興趣 求你聽我們討告 奉耶穌基督祂名求 Amen 在這個性愛無界限 道德無底線 一個這樣的世代 帶來有什麼影響呢 最近 最近連續幾宗我們可以看得見 是令到我們感到震驚的一些新聞 無論是十六七歲的少女也好 非傭也好 先後多次被報道 未婚懷孕 生了小孩 就在廁所生了小孩的時候 然後將他們用膠袋入住 扔掉他 扔下街 以至到被警察來檢控 家計會他們統計 在過去的裡面未婚的媽媽 每年繼續不斷在這裡上升 他們相信主要就是因為 很多的青少年受到蓬佩的影響 以為沒有性經驗的人 是等於老姑婆 是沒有人要的 是因為這樣的緣故 他們是引他們自己 自己有一個性經驗為榮 而帶來的結果 就是一生的遺憾 不單止他們自己遺憾 連他們家人也都憂心切切 最近 我們發覺到都是有人認識的 三個十六七歲的少年人 就是因為埋葬一個棄嬰 被警察來檢控 而報紙也賣了 倘若這個嬰孩生出來的時候未死 他們隨時會被控謀殺罪 但是如果死了的話 他們是非法來處理屍體 同樣都會被判入獄 最高的刑罰可以判兩年的監禁 七岸頂前輩 我們除了這些以外 我們也看得到很多破裂的婚姻現象 最近報紙也賣了整個中國各大城市的離婚率 離婚率最高的 就是我們的首都北京 一百對結婚 有三十九對是離婚 換句話來說 離婚率是去到百分之三十九 而絕大部分這些離婚都是涉及婚外情 頂姐妹 有些的輔導專家小學家 也多次來提出一個警告 在現今這個世代 家庭的制度 隨著人對性的開放 已經越來越破裂 下一代新心靈的健康 將會嚴重的受損 在現今去找一個童貞的男生 童貞的女生 來結婚 幾乎上是稀有品種 這是我們看得見 在今天這個社會裡面的風氣 帶來的結果 但我今天很想跟大家來分享一段的聖經 是帶出一個這樣的風氣 會引致一些什麼的結果呢 何西亞書正正就是針對這樣的背景 來跟我們講出這樣的訊息 是透過他自己家庭的一個經歷 他帶出以色列和神之間的關係 然後當帶出這樣的關係的時候 他帶出一個警告 這個警告就是不要以為婚姻的破裂 沒有問題 個個都是這樣的 不要以為家庭的破裂 個個都是這樣的 這個社會裡面個個都是這樣的 有什麼出奇呢 以色列國的滅亡 親愛的弟兄姊妹 在今天我很想跟大家來分享 何西亞書的時候 我希望大家能夠聯想到 原來我們個人的道德的問題 個人的癥結的問題 是家庭的問題 婚姻的問題 會直接影響社會的穩定 影響整個國家的穩定 我們首先去讀一讀兩節的聖經 來看看當時一些的背景 何西亞書第一章 一到二節 大家找到的時候 我們一起讀一讀這兩節的聖經 請大家一起讀 當烏西亞約旦阿哈士 臨到被你的兒子聖雅 又說初次與何西亞說話 你去取淫婦為妻 也收那從淫亂所生的兒女 因為這地大行淫亂 離棄也說 我們看回當時一些的背景 這個背景就是何西亞做先知的時間 他說是哪個時刻呢 是猶大國有四個皇帝在任的時候 就是烏西亞約旦阿哈斯和希西加 做猶大王 然後約阿斯的兒子耶羅波安 作以色列王 我們覺得很奇怪的 為什麼很奇怪呢 就是當猶大國 烏西亞約旦阿哈斯 這四個皇帝在任何四個皇帝 其實應該是大約 公元前的七百五十四年 到公元前的七百一十四年的時刻 而就是在這段時刻 北國以色列國 其實是有七個皇帝 這七個皇帝包括約阿斯的兒子 在耶羅波安 撒加尼雅 撒加尼雅 米拿燕 比加核 比加 以及何西亞 我們覺得奇怪的七個皇帝 我們覺得奇怪就是七個皇帝當中 為何他只是提一個 另一方面 我很想大家留意的 就是當時的何西亞 是在北國做先知 是在以色列國做先知的 他不是在南國 是在北國 換句話來說 對著他自己所處的地方 對著他自己所處的社會 他只是輕描淡寫 只是提一個皇帝 他就是耶路波安 其他那些全部都不提 然後就提到猶大四個皇帝 我們看到其中最主要的分別 就是猶大國四個皇帝當中 有三個是好皇帝 聖經稱他們為 行業或話 眼中看為好的事 好的事 正的事 烏西亞是被神賺過 雖然晚年是晚節不補 約旦被神賺過 阿哈斯是一個不好的皇帝 但希西加也同樣是一個好的皇帝 我們看得見 何西亞再一次來講明 優待是神所揀選 這個國家大衛的寶座會永遠的建立 但另一方面 北國為何只提一個呢 就是因為我們看得見 北國七個皇帝當中 沒有一個是好皇帝 全部都是不好的 另外 在北國這些皇帝當中 我們可以看得見 我們可以看得見 全部都可以說 胡言 胡言瘴氣 其中五個皇帝 是被篡為 是被殺掉 而其中一個最後那個呢 是被亞術帝國 來廢為 滅亡 是因為這樣一個緣故 北國在何西亞的時代 何西亞在任期間 是親眼見到 從他預言這個國家的滅亡 是親眼見到這個國家的滅亡 是非常悲哀的一件事 然後跟著 我們看看 在這段聖經的當中 有很多人的名字 是跟整卷聖經的信息息息息相關 這些人的名字 都有一個非常大的預表意義在裡面 首先我們看看 一章三到第五節 神叫我們去愛那些不值得愛的 這個是誰呢 就是叫何西亞 去娶迪拉欽的女兒戈滅為妻 我們一起去讀一讀第三 直到第五節 於是何西亞去取了 迪拉欽的女兒戈滅 這婦人懷孕 給他生了一個兒子 亦話對何西亞說 給他起名叫耶穌烈 殺人流血之罪 我必使以色列國滅絕 到那日 我必在耶穌烈平原 截斷以色列的功 在整段的聖經當中 神是吩咐何西亞 你要去取淫亂的 這個淫婦為妻 請問各位弟兄姐妹 有很多人就說 哇,很殘忍啊 各位弟兄姐妹 我又很想大家留意一下 全本聖經 神只是吩咐過一個人去做的 沒有吩咐第二個的 只有一個而已 這個人叫做什麼名字呢 叫做何西亞 第二,各人到什麼地步 就走到什麼地步 這個是神自己的心意 神不是勉強的 而第三,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件事 神是透過何西亞先知 來帶出一個很重要的信息 就是講到他跟以色列人的關係 他跟他子民的關係 首先我們去看一看一些的名字 你就會明白到 為什麼我們說 這裡有一個非常深入的預表的意義在裡面 首先,第一節 耶路波安作以色列王的時候 耶華說,臨到秘利的兒子 秘利這個字的意思就是全員的意思 是全員 希伯來文 全員就是生命之傳 恩典之傳 全部的豐富都是從他那裡來的 然後,第二個名的意思 何西亞 何西亞的意思呢 其實就是跟約書雅同一個字跟 完全一樣 Joshua那個字一樣 然後,在希臘文 或者來到新約的時候 我們看到有一個人的名 跟這個名字完全同意的 這個人的名字 就叫做耶穌 約書雅 原來當真真正正看回他的意思的時候 其實就是救主的意思 也是耶穌那個名字 是救贖的意思 神現在吩咐約書雅 吩咐何西亞去娶一個淫婦為妻 是在預表只有一個可以做得到的 除非這個是救主 而救主和他的子民的關係 正正就是何西亞和以色列人的淫婦 就是戈滅的關係 完全一識一讓 所以我希望大家可以留意 聖經裡面是一個非常深入的預表意義 第三個名字叫迪拉欽 迪拉欽的名字其實原文就是 就是無花果餅或者葡萄餅的意思 既然迪拉欽就是無花果餅或者葡萄餅 那麼他的女兒就是葡萄餅之女 或者無花果之女 而實際上 在當時來說 原來是那些妙技的統稱 換句話來說 我們可以看到何西亞去娶的這個太太 是甚麼人來的呢 原來是當時在做妙技 妙技是甚麼人呢 就是當他們在一個妙院裡面 來招呼那些拜祭的人 而當時去拜祭的人 全部是男人來的 當時這個風俗習慣 就是當這些男人去拜祭的時候 他就會跟這些妙技發生關係 而這些妙技發生關係的時候 懷孕 他就會覺得 這就是巴力對他們的祝福 然後他就不再做妙技了 就去等嫁人 這個已經成為當時一個社會的風氣 為甚麼我們說 在當時這個社會裡面 基本上是沒有同精女這回事呢 就是因為一家二家 個個是引起他們的女兒 能夠成為妙技為榮 留意看回今天的泰國 看回今天的印度 無數的父母 包括到柬埔寨 無數的父母 是他們的女兒去到十三歲 十四歲 甚至更年幼的時候 已經將他們出賣 賣了出去 拿一些的錢 而實際上他們很清楚地知道 他們的女兒出了出去的時間 其實是在做妓女 做初妓 親愛的弟兄姊妹 我們看到在舊約的時代 北國的以色列國 正正就陷在一種這樣的罪孽當中 然後跟著第四個名 戈滅 戈滅是誰為他成就 這個意思 當你留意 看到一個這樣的人 充滿著淫亂的人 自有已經活在淫亂當中 未結婚已經懷孕 生出來的那些 根本就不是丈夫跟他生的 一個這樣的人 有誰能夠給他出路呢 有誰能夠給他成就呢 用這個問題來帶出 是只有一個 這個是誰呢 就是何世家 就是舊主 沒有任何人能夠帶給他出路 沒有任何人能夠帶給他出路 親愛的弟兄姊妹 留意看到這些記載的時刻 我深深地相信 我們會多多少少 會看得見人的光景 在這段聖經當中 作者以實際的事實 來帶出了那個預表的關係 這個預表的關係 在這段聖經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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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節 又說初次跟何世家說話 對她說 你去娶淫婦為妻 也收那從淫亂所生的兒女 親愛的婷姊妹 神不單止吩咐何世家 去娶歌滅 去娶這個淫婦做她的太太 甚至連歌滅生出來 那些淫亂所生的兒女 有可能 這個兒子的爸爸是誰都不知道 這個女兒的爸爸是誰都不知道 是淫亂所生的 你都要收起來 當是你自己的兒女 我們怎麼看到 那是一個預表呢 因為第二節後半節 恩惠 恩惠這地大行淫亂 離棄了耶和華 親愛的弟兄姐妹 就是從這個恩惠裡面 讓我們看看 遠遠的看得見 原來這個地方 不只是說到一對夫婦的關係 她是說整個的族群 和神的關係 是說到甚至整個的社會 整個的人類 和神的關係 現在我們就看一看 神要告訴他們 你要愛 不值得愛的那些 這個這樣的人 應該是沒有人要的 一個這樣的人 應該是不值得可憐的 但是神告訴他們 你要去 娶她做太太 以及去收納她生的子女 做你的子女 然後我們去看看這個關係 當河西亞取歌滅的時候 這種關係是怎樣的關係 聖經說得很清楚 是一個憐憫不值得憐憫的關係 第六到第七節 我們看看這段的聖經 一起讀 歌滅又懷人 生你一個女兒 亦說對河西亞說 及她起名叫羅路哈馬 就是不蒙憐憫的意思 因為我不再憐憫以色列家 決不赦免他們 我卻要憐憫由大家 使他們靠義 他們的神得救 不使用他們靠高度爭戰 馬匹與馬兵得救 在這段的聖經當中 非常清楚 來帶出那個預表的意義 當過滅又懷人 生了一個女兒的時候 耶華對河西亞說 你就給她起一個名字 叫做羅路哈馬 羅哈馬的意思就是蒙憐憫的意思 羅路哈馬 其實是不蒙憫的意思 為什麼呢 因為神說 我不再憐憫以色列家 決不赦免他們 但是我卻憐憫由大家 使他們靠耶華他們的神得救 不使他們靠 弓、刀、爭戰、馬匹與馬兵得救 在這段的聖經就解釋第一節 荷西亞提及到她當時的背景的時候 為什麼 她只是提及到南國、猶大國、四個皇帝 全部提出來 烏西亞、約旦、阿哈斯、希西加 全部都說了 但是北國她只是提一個 原因在哪裡呢 就是因為 河西亞都很清楚 北國快要滅亡 而這個國家 是沒有一個是好皇帝 北國在神的眼中 是不夢聯盟的一個國家 但是神就透過這段的聖經要告訴他們 將來的一些盼望 所以親愛的弟兄姐妹 我希望大家看聖經的時候 不要看到這裡就會不看 這裡只不過是一個開始 讓我們繼續看下去 你就會看得見 以色列的壞成怎樣 但是神對他們的愛又好成怎樣呢 我們去看一看第六節 過滅又懷孕 生了一個女兒 又說對河西亞說 給她的名叫做羅勞喀馬 有人說 這個女兒是誰呢 遲些的聖經告訴我們 其實這個女兒都不是河西亞的女兒 是誰的女兒呢 去到第二章 我們會很清楚看到 原來歌滅 他雖然結了婚 但是他還有義功 他還有三功 甚至還有四功 我不知道還有多少個功 就是歌滅所愛的情人 就是歌滅所愛的那些情人 就是歌滅所愛的那些情人 是複數的 不是單數 是複數 除了河西亞是她的丈夫 她還有很多情人 二功、三功、四功、五功 就是一直包下去的那些 在這個地方 讓我們看得見 這些子女都不是河西亞生 但是河西亞是負責養她 河西亞負責養這個太太 又負責養她淫亂所生的那些子女 在這段的聖經當中 神入大給我們這件事 本來以歌滅這樣的行徑來說 是不值得連吻的 但是猶大就值得連吻 原因是因為他們仍然的心裡還有神 原來拜偶像是北國的一個習慣 猶大國一直以來雖然道德上是壞 行為上是沒有達到神的標準 但是猶大國自始至終 仍然嚴守著一神的敬拜 但是北國 無論以法連 無論旦這些地方 已經各處建立了寺廟 就在這些寺廟裡面 他們敬拜的那個已經不再是耶和華 不再是神 而是很多其他那些的神子 豐收之神 生產之神 生殖之神 水也是有水的神 太陽有太陽的神 各類不同 這些的狗像 全部就安葬 安葬在他們的敬拜集中地當中 當他們留意去看現今的時候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想過 現在有很多基督教的國家 是以基督教立國的國家 他們的光景 和以色列的光景 非常非常相似 相似的是什麼呢 已經有教會 公然就在他們教會裡面 每年的十月 十月尾 慶祝萬聖節 鬼節 然後公開以戲劇各種不同的形式 來慶祝這一種的節日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 在今天的香港 一到萬聖節 一到鬼節的時候 到處都有人 買一些東西 裝扮 面具 然後去做一些的東西 慶祝一些的東西 來去 狂歡 有些人聽過的 可不可以舉手嗎 親愛的弟兄姊妹 在今天我們的教會 我告訴大家 如果我們今天的教會 都是這樣做的時候 我們要小心 我們正正在重複 以色列當時的一個福徹 在做他們當時做的事 然後神就告訴我們 如果我們今天將一個拯救我們的神 創造我們的神 捐估我們的神 將祂一切的恩典 看成鬼的恩典 偶像的恩典的時候 其實我們現在是在做什麼呢 是在做過滅的恩典 信仰的上面是一個大淫負 更加可憐的 我們可以看到 就是如果我們將神給我們的恩典 當作是這些偶像給我們的恩典的時候 這個就更加更加離譜 弟兄姊妹 今天亦都提醒我們一件事 的確是 很多時候 當我們自己從一個逆境轉回的時候 我不知道大家有多少人都會想過 唉,真是救運了 我們將那個恩典放在運氣那裡 第二 唉,都是好在自己努力 夠衝勁 我衝過這一條,一個浪 然後接著呢 唉,好在我人緣夠廣 我搞定了這一件事 我不知道你有多少時候 我們曾經都試過 去將我們度過的那些難關 經歷過這個逆境 將我們自己本身 從逆境轉回的時候 歸功在自己的努力 歸功在自己的才智 歸功在自己的人緣夠廣 歸功在自己所認識 某些人的身上 第三個方面 他也叫我們去接納 不值得他接納的 第八節 一章八節 一路去到二章第一節 大家找到 我們一起讀 歌滅給羅路哈馬斷乃以後 又懷孕生了一個兒子 而話說 給他起名叫羅雅米 就是非我民的兒子 因為你們不作我的子民 我亦不作你們的神 然而以色列的人數必如海鮮 不可量 不可數 從前在什麼地方對他們說 你們不是我的子民 將來在那裡必對他們說 你們是永生神的兒子 由大和以色列必一同聚集 為自己立一個首領 從此一句 因爲以色列必日子必為大日 第二章第一節一起讀 因爲以色列必日子必為大日 在這段的聖經 讓我們看得見 無比的愛 因為亦都包括到無比的接納 去接納那些不值得接納的 在這段的聖經 歌滅給羅路哈馬斷乃以後 又懷孕生了一個兒子 按照第二章所記的 連這個兒子都不是何西雅的 剛才那個可能是義公 這個可能是三公 然後接著耶華就告訴他 你吸得起名叫羅阿米 阿米就是指紋的意思 阿米,阿米,A-M-I 就是我的指紋 羅阿米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不是我的指紋 非我的指紋的意思 但是在這段的聖經當中 很清楚告訴他 按照你所行、按照你所做、按照你的行徑 你是不值得稱為我的指紋 因為你不選擇做我的指紋 我就不選擇做你的神了 原來他的選擇是百姓做先的 是人做先的 是人不選擇神做他的神 是因為這樣的緣故 所以神就說 既然你都不選擇我做你的神 那我就不做你的神了 親愛的弟兄姊妹 是今天 從頭到尾 都是我們自己 我們的主動在哪裡 當以色列不選擇神做他的神 神也同樣不會選擇他們做他的指紋 但是 神在第十節 至第二章、第一節 卻是帶出了一個將來的遠景 這個遠景是怎樣的? 他說現而 以色列的人數必如海沙 不可量、不可數 從前在什麼地方對他們說 你們不是我的指紋 將來在那內必對他們說 你們是永生神的兒子 猶大人和以色列人必一同的罪責 為自己立一個首領 從這個地上 或者從秘魯之地上來 因為耶穌列的日子必為大日 然後接著第二章、第一節 你們要稱你的弟兄為阿米 就是我的文的意思 稱你的姊妹為路哈馬 就是蒙蓮文的意思 弟兄姊妹 有很多人說 河西亞是她看見以色列 全部發生了 然後才寫河西亞書 所以可能不是一個河西亞寫的 是可能很後期人家看的 主要原因是 她說是不可能會看到這麼遠的東西 她一定不可能是做到語言的 因為這些語言實在太離譜的具體 太離譜的真實 在歷史的裏面 真的這麼真的嗎 有什麼可能呢 所以他們不相信 河西亞是說語言 但是親愛的弟兄姊妹 這段的聖經 她要告訴我們 對著那些不相信 河西亞說語言的人 她要讓她看看 這些語言到現在為止 還未應驗的 但是 是一致在舊約的聖經 全部出來了 這些聖經包括到 《創世紀》的十五章 十七章 然後包括到以塞亞書的六十五章 十七到二十五節 甚至包括到 《耶利米書》三十四章 三十一到三十四節 那個新約 新天新地 或者千禧年的景況 堪不難 和這一段的聖經 不謀而合 到底她說的是什麼呢 她說的是語言 以色列國在公元前 七百二十二年亡國 猶大國在公元前的 五百八十六年亡國之後 告訴大家 這個語言要等了多久才應驗呢 她告訴我們 以色列的人數要像海沙 不可量不可數 我絕對相信 這個一定要等到 去到千禧年的角度 她才會實現 有些人說 誰知道呢 有排都未到 是 然後跟著呢 她說從前什麼地方對她們說 你們不是我的子民 將來他必對她們說 你們是永生神的兒子 這個是新約的應許 我亦都相信 在新約的應許底下 千禧年國 沒有任何人 是不懂耶和華的名字的 從老到少都認識耶和華 不需要人教導的 但是有一件事 我們要很清楚 原來這個語言的本身 也都有一個漸進的語言 讓我們看得見的 這個漸進的語言在哪裏呢 就是十一節那裏 《猶大人和以色列人必一同聚集》 為自己立一個首領 在這個地上或者秘魯之地上來 因為耶穌列的日子必為大日 有人知道 以色列是由何時開始不再拜巴力 由何時開始不再分為南北兩國 由何時開始整個國家統一 變成是一個國家 是一個的政府來領導他們 有人知道何時? 不需要等千禧年 是1948年5月14日開始 親愛的弟兄姊妹 如果你今天去到以色列的時候 你會見到所有的猶太人 他們不再拜巴力 第二 你去到以色列的時候 旅行也好 整個以色列國 不會分開南和北兩個國家 都是一個政府 一個以色列 是因為這樣的緣故 我們看到何西亞這個語言 是沒有任何人能掩蓋得到的 為什麼呢? 北國十個支派亡國了 然後南國五百八十六 公元前的五百八十六年又亡國了 這個國家是亡國多久才去到這個地步呢? 是二千五百多年 是經過二千五百多年 然後才這個語言是應驗 而這個應驗還未完全應驗了 何西亞還要告訴我們 還有一些未完全應驗 但是將來一定要應驗 這些就是什麼呢? 他們的人數要多得像海的沙那麼多 天的星那麼多 不可以量 不可以數 全部這些人都是神的子民 不需要人教導 然後神就要告訴他們 你們要稱你們的弟兄為阿米 阿米 就是我的文 又要稱你們的姊妹為路哈馬 就是蒙年文的意思 親愛的弟兄姊妹 當我留意看到何西亞書的時候 心裏面一個好心的感觸 就看到神一個無比的愛 但這個無比的愛 在我們今天的生命裏面 帶來一個什麼的影響呢? 我想問一問大家有多少人 信了耶穌之後 發覺對人的包容多了 可否舉手? 感謝神 你以前本來不能夠放過的那些人 你還很討厭的人 你後來能夠原諒到他 可否舉手? 我很感謝神 你的原諒到什麼地步呢? 兩個月前 當我兒子畢業之後 我們一家四口去了台灣 有四天的時間 就在這四天的旅行當中 晚上就看到一個節目 是令我感到非常驚嘆的一個節目 就是台灣的判死刑那些人當中 一些奇案的實錄 其中一個奇案的實錄 是說到一個謀殺人 湯明雄是被那個受害者的姐姐和媽媽姚樹 而帶來的一種見證 湯明雄自幼已經 淚氣非常重 覺得整個社會是虧欠了他 在1992年11月的時候 他去到台北市 一個府縣街神話KTV 一座的大廳那裡放火燒那個廳 結果就是這個時候 燒死了在那裡唱歌的16個青年男女 到93年的8月 他被判死刑 最初就去到96年的7月21日正式的復發 他死的時候是42歲 湯明雄的事跡 在台灣引起了整個社會的注意和傳重 他生命的經歷 經歷到出死入生的轉變 而他的轉捏點 就是一個受害人的姐姐 叫做杜花明 對湯明雄的搖述 令到他得到新生 杜花明 和他的媽媽都是非常愛主的信徒 當93年 湯明雄入獄初期 心水不靈 脾氣暴躁 他想到自己害死了16條人命 經常發惡夢 內心飽受煙瘦 他曾經三度自殺不遂 後來以毒品麻醉自己 整個人都覺得沒有明天 他就等死的來臨 誰知道 誰知道後來收到原住民 原住民 原住民杜花明的一封信 他向湯明雄傳福音 他表示 基督已經搖述了我 是因為這個原因 我哪個哪個哪個的姐姐 杜花明 和他的媽媽 杜太太 都願意搖述你 當我收到這封信的時候 他整個人 好像醒過來一樣 他就在獄中聽福音 和拿到杜花明送來的那本聖經 去看了那條圈下來的金句 和聖經之後 他就信了耶穌 而且在一九九六年三月 在監獄裏面受洗 成為基督徒 從那個時候開始 湯明雄不再怕死 他能夠求神 求人寬恕那種悔改的態度 坦然去面對法律的制裁 湯明雄復發猖獗前幾天 杜花明和他的媽媽 在東部趕來見他最後一面 湯明雄和他們握手道別 他即情大聲叫媽媽 嘩 姐姐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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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媽媽很難過的話 嘩 他已經死了一個兒子 現在又見到另一個兒子 伏死 但是湯明雄一直安慰他 不需要怕 我們很快 我會見到 我將來會永遠跟你在一起 在他復發前 他都向那些受害人的家屬寫懺悔說 流露無限的懺悔 亦都不敢奢望那些被害人家屬會原諒他 他只是祈求受害人家庭的苦難 由他來代仇 然後 封的信在復發後 由那些坐牢的監友為他來寄出 受刑前 他表現清醒 慫容 感性 在他最後一個遺言 是一場寸的感謝詞 除了感謝杜花明之外 他還感謝多次入監探他 為他打氣的更生團的總幹事 黃明鎮牧師 同工和義工 和所有看守所照顧他的人 隨後 他和所有管理人員含笑道別 他連同每個人的職能 都說得正確無誤 令到那些在場的人震驚不已 另一方面 湯冥雄更加沒有忘記 對那些走鬼、綁匪 和縱火狂三種的人提出衷心的告誡 特別是鼓勵白曉獻 白曉燕那個案中 即是殺害白曉燕的 那三個再逃的綁匪出來投案 維愛人間是湯冥雄的心願 他捐贈所有器官給有需要的人 他死了之後 從台北有關的醫院 確定了他的心臟、眼角膜和骨髓 隨時都可以用 就將他的心臟移植 給一個需要換心臟的病人 病人手術後病情非常穩定 體驗了湯冥雄的身生 黃明鎮牧師 盼望基督徒饒書的愛 能夠在社會裏面被人看得見 這個愛能夠受到肯定 以至到透過遙書去化解社會上的淚氣 他語重心腸說了句話 這個社會需要多一些的愛 少一些的恨 然後才有希望 各位親愛的弟兄姊妹 留意看到這個遙書的例子 我深深地相信 如果不是耶穌基督影響了我們 我們是無可能做得到 我們今天又是否願意 跟著耶穌基督的板 來做這件事呢 我們低頭做個禱告 禱告的當中 我都很想問問在就中有多少人 雖然你相信耶穌 但是久不久呢 你都去入廟 點香 拜偶像 守著這個傳統 在你的心目中 或者錢財已經成為你的偶像 為了賺錢 甚至練神 你都忘記 有多少人曾經是這樣 我請你舉手 第二 有多少人 當你有些成功的時候 你將功歸給自己 覺得自己厲害 聰明 有辦法 努力 或者歸功於人 是忘記了 是神在帶你經過 神帶你這種的豐富 有多少人都試過 我請你舉手 第三 有多少弟兄姊妹 在你的心目中 仍然都有一些 你還未饒恕 未放過的人 但是今天 原來神 透過祂的愛 祂給祂的子民 同樣都有同樣的吩咐 祂愛那些不值得你愛 祂憐那些不值得你憐憐 接納那些不值得你接納 你願意 從今以後 放過他們 饒恕他們 原諒他們 我請你舉手 你感謝神 親愛的主 我們深深相信 你看到我們的手 你知道我們的心 求你幫助我們 上上繼續不斷 不要忘記你的恩典 以至我們因為看到你 我們就有能力 去做我們本身做不到的事 聽我們討告 奉耶穌基督的命求 Amen